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美联社等媒体6月27日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宣布 北约准备将其快返部队的规模增加至30万人以上 斯图尔滕贝格称 这是自冷战以来北约最大的集体防御和威慑改革的一部分 据报道 在斯图尔滕贝格做出上述表态之际 北约领导人正准备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北约峰会 以更新其战略概念文件 北约的战略概念文件大约每10年更新一次 对北约面临的安全挑战进行集体评估 并为该组织未来的政治和军事发展提供指导 斯图尔滕贝格称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 北约有意认定俄罗斯是对北约安全最重要和直接的威胁 而在2010年出台的北约战略概念文件中 北约称俄罗斯为战略伙伴 斯图尔滕贝格补充称 北约将改造其快返部队 并将其人数增加到30万人以上 美联社表示 北约快返部队目前约有4万名士兵 可以在需要时迅速部署 据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和立陶宛认为 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如今需要对北约现有的军事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斯图尔滕贝格则表示 北约将加强前沿防御 并把在东翼部署的多个战斗群规模 均提升到滤脊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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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